我们的心里动个念头 立刻都变化界 光怎么能变 所以念头才生 变化界虚空界的佛菩萨 全部已经接受到了 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你怕不怕 不要以为要动一个悟念 没人知道啊 舍坊一切诸佛菩萨全都知道了 你能瞒谁啊 只能瞒六道里面这些愚痴众生 他不知道 此地底下讲的 罪信本空虚而不实 求他就没有了 不求他就有 佛陀教育没有别的 帮助我们就 帮助我们恢复正常 没有别的 佛实实在是没有东西教人了 智慧你自己有的 得能也是自己有的 向好还是自己有的 都是自信里头 就像慧能大师开悟所说的 何其自信本自之处 一样都不缺 佛拉什么叫你 只是劝你回头 告诉你 你真的一样不缺 你跟助佛如来 无二无别 只是迷失了自信 智慧变成烦恼 乐能变成造业 向好变成六道三土 变知了 要懂得要回头 要真正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他在底下几句话说 罪心本空 虚而不实 即消 在称名功德 负等虚空者自身 灾消了 负就来了 为什么 负是你本有的 自信里头 无量的向好 因为你迷失自信 罪业把你障碍住了 罪业消除了 佛报不及现前了 就这么个道理 消罪业最好的方法 无过于念佛 所以 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了 念一身佛号 消八十一劫 生死 正罪 真的吗 真的 一点不错 那我们念 是不是真消掉了 你不会念 那怎样才会念呢 用真诚心念 用清净心念 用平等心念 用慈悲心念 否则的话 你念这句佛号 里面架杂着怀疑 架杂着妄想 架杂着杂念 这佛号不蠢 所以它不起作用 一定要纯 不能有四号架杂 从前李老师 常常教导我们 他用比喻说 比如提护 提护是天人 最佳的饮料 在这个提护 一杯提护里头 第一滴毒药在里面 整个提护都变成毒药 用提护 比喻我们的信德了 毒药是烦恼吸气 只要有那么一点点 你的智慧全变成烦恼 你的德能全变成烦恼 那你造业了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居上朝一 一尘名号功德上人 换本心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着火 根据语言中朝里的 所讲的这个意思 一尘名号功德尚且如此 一尘家民万得其障 那一尘这个一字 我们要重视 关键就在这个字 也说 也先 这也先说 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那才叫义 纯义 如果我们有怀疑 真的吗 真有什么的 这么好处吗 这就不行 掺杂着妄念在里头 这就不灵了 夜成神 夜心成念 万得其障 这个是我们前面 也念到过的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这一念 跟阿弥陀佛相不相应 肯定相应 你不要怀疑 为什么呢 还原观上 跟我们讲的 极其微细的 那个音念才动 它的速度就周边发现 绝对不是 是光的速度 电磁波的速度 没有办法跟它比 太阳的光 照射到地球 还有八分钟 才能达到 我们的心里动个念头 立刻周边发现 光怎么能变 所以念头才生 变法界 虚空界的佛菩萨 全部已经接受到了 你要知道这个四十真相 你怕不怕 不要以为 要动一个 我念没人知道 舍坊一切 诸佛菩萨 全都知道了 你能瞒谁 只能瞒六道里面 这些愚痴众生 他不知道 甚至有鬼神 鬼神有五童 小的事情 很近的事情 他也能知道的很清楚 两三个月以后的事情 他晓得 两三年 那就违背了 他那个神通不大 所以 有时候你看他 吉凶祸福 讲得很灵 很灵验 那很近的事情 那讲远 远就靠不住了 阿 李 陀佛 阿 úde 佛 阿 祢 陀佛